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范范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糠的拼經濟 反網報 好,今節我們就說一下這個,不知道普京大帝會不會答應 什麼事呢 就是德國 德國作為歐盟的最大國家 他們 就開出了 和俄羅斯恢復商業合作或者做生意的唯一條件 其實這個條件是什麼呢 就是 俄羅斯要在這場俄乌戰爭當中 是不可以取得勝利 哈哈哈哈 這是條件 都可以再 再解釋一下 何謂勝利呢 他的真正的意思就是 前提是什麼呢? 俄羅斯一定要結束俄乌戰爭 對 何謂結束就是要說 對 何謂勝利 因為很多媒體 他說了索爾茨 索爾茨如果按照媒體順序說 因為有幾個德文媒體和英文媒體 前提唯一條件 就是俄羅斯必須結束俄乌戰爭 你說得對 這個點就在這裏 很少人說的 何謂之結束俄乌戰爭 以及 他還說 怎樣叫做 不會取得勝利 什麼叫不會取得勝利 因為 之前我們說了這麼多個月十個月 俄乌戰爭的結束 是以 烏克蘭取得勝利 西方當然是這麼說 是叫做 作為結束 對 什麼是結束勝利 什麼是取得勝利而結束戰爭 一 基辛格說的 就是退到在今年 2月24日之前 這個第一個 有人這樣理解叫勝利 亦都是 等於 俄羅斯就沒有勝利 因為你說烏克蘭贏了 俄羅斯沒有勝利 第二 第二 更加大的 宏大的理想就是退到 2014年之前的邊界即是克里米牙都拿回來 這個有點勉強 我認為 所以 什麼是 戰爭結束呢 戰爭結束究竟定義是什麼 是你退到 今年2月14日 那時的邊界 你全部都拿回來了 全部都拿回來了 還是你退到2014年 克里米牙 還在烏克蘭手中的時候呢 當然2014年之前都不是牢牢控制 都是風雨飄搖 所以這個索爾茨就說得相當 微妙 如果俄羅斯結束 衝突 結束是什麼意思 所以他就是擔心別人誤會他 如果結束的話 你拿了兩個公投區或者 甚至 四個公投區都拿回來了 他結束這場戰爭 不再 跟烏克蘭有任何戰事 當然烏克蘭不肯 我當你肯 這樣叫做烏克戰爭結束 那是不是就肯 跟德國 德國是不是就肯跟他做生意呢 不過他後來補充這一點就是 更加原味就是這場衝突當中俄羅斯 不會 取得勝利 勝利的定義是怎樣 是吧 所以其實他 說話 做了很多復善 何為之真正的 第二 就是這場衝突 俄羅斯 不會取得勝利 怎樣為之不取得勝利 你是覺得 好像烏克蘭那樣說 全部退走包括克里米亞的 不取得勝利 還是退到2022年2月24日之前的邊界就叫勝利呢 所以這個是可以無限解釋的 索爾茨其實當日 在德國東歐經濟關係委員會發表講話的時候 他就說西方對 俄羅斯的制裁是重創了 他承認重創了德國經濟 是重創了德國經濟 是說真話的 因為這個天然氣 無得勇 這幾十年的繁榮就是 應該這二十多年的繁榮就是靠 年價的俄羅斯能源 他承認重創了 德國和俄羅斯雙邊貿易和投資 目前 關係還是不斷惡化的 他同時也說雖然歐盟現在加強對俄羅斯制裁但是 一旦有一天俄羅斯 和烏克蘭結束戰爭的話俄羅斯依然是 歐洲大陸上最大的國家 我們為這個時刻做好準備是非常重要的 俄羅斯如果是要結束這場衝突 兩國應該有機會重新 展開經貿合作 做生意 不過他就說現在不是時候 與此同時 當然 索要也是要罵一罵俄羅斯的 再次指責俄羅斯對 烏克蘭平民所犯下的 罪行 他 亦說 絕對不能給俄羅斯獲勝 俄羅斯亦 不會獲勝 所以勝利這個定義 又是走回 這麼多個月的議題 什麼為之勝利 什麼是勝利 哈哈 沒有人知道 因為這個勝利的定義 最後是 扎列斯基說是怎樣的 是嗎 應該不單止他 可能也要俄羅斯和烏克蘭雙方 一致認定的條件才可以結束 沒錯 沒錯 其實在這次表態之前沒多久 其實索爾茨 兩天之前 會見一些 選民的時候也說 他希望與俄羅斯保持對話 歐盟兩大的大佬 德國和法國始終保持對話 是要這樣的 自閉 這些歐盟丐邦國家不肯 所以你只會被人稱為 丐邦 別人其他才是大佬 沒錯 德法那些 別說德法 荷蘭 比利時那些都是 複屬一些國家 我要談談我們都很慘 他不單止還要顧本國的民眾 歐盟還要顧那些窮國家 是的 所以 都是挺大的難度 索爾茨 當然 他說的東西是有理有節很多的 他就說 我們只有通過 保持對話 才可以為烏克蘭問題找到解決方案 他也說 我們 要繼續跟普京對話因為 我們想 見證有可能擺脫 現在這個困局的時刻 如果沒有互相的聯繫 根本 沒有機會做到 他覺得對的 對 他覺得對的 我們看回原來 德國 前總理默克爾接受訪問時 又說明斯克 協議 我們也說過 德國和法國在2014年推動明斯克協議 這個談判是為了爭取時間 令到 烏克蘭 增加自己的軍事力量 所有人都清楚 衝突是 暫時被凍結 問題還未解決 但是比烏克蘭 寶貴的時間 其實這番言論 普京大帝就覺得被人騙了 我們有次節目也說過 因為其實普京大帝和默克爾關係之前是不錯的 普京也說過默克爾這番言論出乎意料 而且令人失望 默克爾關於明斯克協議的評價 就是俄方對 烏克蘭發動特別軍事行動的 這個決定 正當性 原來你是騙我們的 哈哈哈 另外 歐盟外長 亦同意一項最新的緩污計劃 再注資20億歐元 用在支付對烏克蘭軍隊 支持 以及 之前這個基金在這接近10個月幾乎消耗了 當然更加有 一個協議制對伊朗的制裁 現在 還未是敲定第九輪的制裁方案 看看之後會怎樣做 說真的該制裁的手段都差不了 你自己算一下算一下都去到第九輪 對嗎 對 真的 我們看看 德國和俄羅斯關係 之前也不錯 但也試過全面戰爭 後來 又是反反覆覆的 其實 最早的時候 就是1873年 大家應該聽過 比斯默 比斯默當然就是 很出名的 德國的政治人物 他亦是德意志帝國成立 為德意志帝國的首相 成立的時候就是首相 直到1890年辭職 在比斯默的主持之下 德意志帝國 和俄羅斯帝國 還有 奧空帝國建立了三帝同盟 但是 1890年 比斯默就被解職之後 他的繼承者 為了爭取德意志帝國在巴爾幹地區的影響力 還選擇 支持奧空帝國對抗 俄羅斯帝國 德意志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當中屬於同盟國 而俄羅斯帝國屬於協約國 兩國之間爆發了直接衝突 到了1920年代 兩個國家 在貿易 和秘密軍事方面的互相 合作是有的 到了20世紀30年代 隨著 帕林就支持法西斯 莫斯科支持的共產黨人 在世界各地 亦都是 互相互相爭鬥 兩個國家的敵對不斷升級 好像 西班牙內戰就是一個例子 1939年至1941年 就是為何波蘭對德國如此大仇恨 但是納粹德國又在1941年對蘇聯發動巴巴羅撒行動 結果蘇聯就和英國美國組成了同盟國 把德國 擊退 蘇聯又在 1945年5月佔領了 是柏林的 是徹底搞定了這個納粹德國 所以看到 有合作過又是有戰爭過 到了冷戰時期 德國 分調為東德 東德就是 東德共產黨領導 並且是受到莫斯科的 幫助 或者監視 為何普京大帝那麼懂德文呢 因為他在東德住了很久 為什麼他和德國關係好呢 有人就說 當然東德在意識形態來說都是社會主義陣營 但是 始終你語言懂他的意思 和不懂是差得很遠的 普京大帝 之前和麥克爾是可以用德文溝通的 自從 冷戰結束 和 兩德統一之後 其實 這個也是德國和俄羅斯建立的戰略夥伴關係 其中 能源就是最重要的因素 德國和俄羅斯在能源方面 互相共存 因為 德國需要俄羅斯能源 俄羅斯的能源基建 是依賴於德國人的投資 所以前 德國總理斯羅德為何和 普京大帝關係 也不錯呢 因為他的時候 德資去了很多 俄羅斯的公司入股 所以 曾經有一個黃金時代 可以這麼說關係的黃金時代 轉接點就是2014年 2014年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何惠之勝利呢 這個地方相當重要是克里米亞 俄羅斯就 取得了克里米亞 並且 支持頓巴斯地區的親俄分子 兩個國家的良好關係開始消退 德國和歐盟 一起對俄羅斯的石油銀行 以及 普京的親信 進行一輪又一輪的制裁 制裁就由克里米亞開始 當然 俄羅斯就 減少從歐盟 進口食品 到2022年 最記得 在德國政府禁止RT 這是俄羅斯的媒體 的德語頻道播放之下 俄羅斯 政府就關閉在國內德國之聲 作為這個報復 當然後面的俄烏戰爭更加不用說了 我們說了這麼多個月 所以 看看將來會如何發展 因為普京大帝的特殊經歷 他對德國 說真的到今時今刻 都不算很強硬 普京對美國說話比較硬 你會發現紮哈羅娃也是 還有對歐盟比較硬 但對德國和法國也是還好的 也是還好的 今次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各位再見